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,人们的皮肤大致分为三种颜色,那就是黑色,白色,黄色。 而在遥远的非洲,这里的人最大多数都是黑色的皮肤,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还是因为这里光照比较充足。 长时间的曝晒使他们皮肤变得越来越黑,不过很多非洲人除了皮肤比较黑之外,他们的牙齿却白得不敢置信。 那么为什么非洲人的牙齿这么白呢?看看他们刷牙的方式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 当很多人第一眼看到非洲人的时候,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他们有黑的皮肤,其次往往都被他们那一排洁白的牙齿深深吸引。 他们之所以会有如此洁白的牙齿,也是有着一定原因的。 据说在非洲当地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植物,叫做牙刷树,而且当地人们也大多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,那就是将这种树的树枝含在嘴里,然后不停地磨着他们的牙齿。 据说通过这种植物磨出来的牙齿,大多都是洁白透亮的,也正因为如此,一度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 而在遥远的非洲当地,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人拿这种植物不停地磨着牙。 在很多人看来,他们的牙齿之所以这么白,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。 而据当地人说,这种树枝不仅可以帮助他们美白牙齿,甚至还有治疗多种疾病的功效。 而面对这样的事情,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怎样看。 那就再次按下来,我们下一次听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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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。